過去 台灣的人才行走全世界 開創了經濟奇蹟 可是近十年來 我們看到在世界人才的反應中 台灣人卻在逐漸的消失 就像一個牆椅子的比賽 二到這四年的趨勢開始 其他各國還是更強力的 他們本身市場更大 或是政府更努力的推動 所以他們牆椅子比較兇 在國外裡卡佩的就是外國眼孔 那現在看到的怎麼越來越多華人眼孔了 坦白說說看到別人的衝勁 真的還蠻可怕的 我想這個影片讓我們最感動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台灣有很多年輕人 是很有志氣的 雖然環境有很多困苦 我們還沒有完全是恢復過來 但是那個氣勢是在那裡的 我看到走往海外打拼的年輕人 往外走 也看到有人從外面再回來 不管你書念得再好 你回來在踏實的土地上 跟大家一起再往前進 我希望十年後的我 還是會為現在的我感到很驕傲 因為我一直都在做我覺得對的事情 奮鬥 然後流浪 然後受委屈 然後最後帶著成果回來 這樣子願意接受挑戰的歷練 總是讓人家動容 那我想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年輕人 其實都是肯接受挑戰的 你在宣布你是世界金牌的時候 你會那種感覺就是說 你為了我們自己台灣這個國家 賺了一大口氣 我看到我們台北市職能發展學院的 結束的校友馬湘元 在裡面述說他的心路歷程 我一方面感動 那一方面也更急切的覺得說 技術教育真的是到了一個 我們要正式 而且讓他全力來復興的這樣的一個地步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是感動 然後我覺得我們出了感動之後 我希望今天來參與的人 以後看這一部影片的人 都因為自己的感動 然後可以再去影響感染其他的人 其實我們現在需要的年輕人 是需要被鼓勵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適應 即使這部影片的人 或者在哪方面 或許機適應 真的記得 而且我覺得仔細人 我都是直接 faites 你把我帶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